我目前是在美国的欧国林音乐学院学习钢琴 演奏上的突破的话我觉得更多是声音触见上的 因为现在老师十分注重声音 就是不只是好听的音色 他十分强调一种交响性 要求他的学生在钢琴上模仿出不同乐器的声音 就像交响乐一样 当然我觉得来到国外 我的英文的口语啊听力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这也让我交到了不少外国的朋友 我平时不会特别的去真的研究哪位钢琴家 因为我觉得这个要根据具体的曲子吧 我会特别去研究具体的曲子 然后会找一些相关的演奏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所以每位钢琴家擅长的方面也肯定都不一样 马上要比 翻课来本国际钢琴比赛了 我会静下心来好好练琴 我目前对于之后 master学习还没有具体的打算 还没有想那么远 我希望现在正在学习钢琴的同学们 多慢练 多用节拍器练 然后演奏的时候 耳朵总是走到手的前面 听得越多越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